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這屆美國總統大選就好像一道照妖鏡一樣 將那些牛鬼蛇臣全部都照出來 尤其是美國的左翼主流媒體和社交平台 無所不用其極地抹黑特朗普 屏蔽他所說的東西 腰斬他的記者會 而且還不停地發放一些假的消息 一時又說特朗普很快就和梅拉利亞離婚 一時又說上個星期六 在華盛頓舉行的撐特朗普遊行已經取消了 一時又說現在那些白宮幕僚已經趕緊來找工作 總之凡親發放一些流料 就算已經證實了是流的也好 永遠都沒有說要收回 更加就不會向特朗普道歉 不過開講也有說 一物自一物 糯米自木失 現在CNN有一名女主播 踏特朗普踏得很過癮 只不過 現在就踏到玩出火 竟然捉怒了以色列當局 被以色列當局要求CNN道歉 簡直就是大快人心 好了在講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名玩出火的CNN女主播 名字叫做艾曼普 她在近日一次的報導當中 竟然將特朗普總統的行為 以這個納稅塗油的行徑來比喻 當然這些就是屬於比以不倫 明顯就是 這番說話引起了以色列當局的注意 認為這位艾曼普主播 只是非常廉價地消費著這段慘痛的歷史 故此要求他要為著這番言論道歉 那位艾曼普主播 其實在水晶之夜的82週年 納稅當年 對猶太人做出一些 非常殘忍的行為 揭示了 他們就已經超越了人類文明界線 而且還引起了種族屠殺 以及焚毀書籍 這個是對於事實 歷史 知識 真相的一次攻擊 他講返說 竟然將這件的慘劇拉到特朗普頭上 他說 特朗普就以同樣的價值觀侵犯了現代社會四年 而拜登和賀錦麗團隊 誓要重回正軌 即是又是借著這個歷史事件來踩倒特朗普 這位艾曼普的言論引來以色列政府的不滿 以色列移民事務部長楊克烈維奇 作出了強烈的批評 他就說 CNN本應要成為全球致力於 反法西斯人士的夥伴 而不是這樣走去火上加油 將這一段慘痛的歷史 拿來做一個廉價的政治宣傳 扭曲了歷史和道德的真相 你說人家所說的東西是多麼窄地有聲 正正就是批評你這些左派媒體的虛偽 你說這個水晶之夜你就說夠了 這個歷史事件 大家都應該值得是引以為界的 你就好地地地地說 你說歷史事件你又拘捕特朗普 又說他也是納稅的 這些完全就是過了火位 朝雞來說 這些左翼媒體最喜歡標榜什麼大愛 什麼平等等等的價值觀 他們沒有理由就不知道 說這一番的言論 是會惹來 社會上的爭議和空洞 故此這一波他們要道歉 就不能走雞了 實情無論是一家媒體也好 一個新聞工作者也好 為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竟然間就不惜 要踐踏其他國家 其他民族的歷史傷口 這些行為完全就是不能夠接受的 正如艾曼普自己所說 他這些行為都是踐踏人類文明的界線 而且就是 他作出這一番這樣的比喻 無非就是要刻意營造 特朗普是一個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者 那些左翼媒體最流行 就是這樣來描繪特朗普 但問題就是大家看一下實際的情況 在過去的三年多以來 其實特朗普就是有致力於 改善黑人的生活質素 包括了特朗普 在今屆的政綱裡面 他都有提出過一旦連任之後 就會協助那些黑人去創業 而且是會為黑人創造就業職位 會投入大量的資金 難道這些不是實際 應該來檢視的政績嗎 是不是 包括做了的 以及是將會做的 這些你又不看 隻字不提 然後就在這裡 將他打造成為一個種族主義者 這樣 你有沒有實質證據 民主黨當然 最擅長的就是玩政治正確的 拜登就說他一旦上場之後 內閣又會有多少個是女性 有多少個是黑人 有多少個是亞裔 有多少個是什麼人 什麼人 同性戀者也有 你最喜歡就是玩這些政治正確的東西 實際上這些全部都是門面功夫 好看就不好吃 你在那個內閣那裡選擇 找哪一個人擔任哪一個職位 你是應該用人為才才是 那個人是有這樣的才幹 他適合做哪一個位置 你才應該請他 而不是因為為了追求政治正確 內閣裏面就要某一個 份額是女性 某一個份額是什麼種族 這些東西是多餘的 你請一個人回來 是看看他有多少的學識 多少的材料 你彈求追求政治正確 就算那個人根本上 都不合乎這個要求 你也照顧他下去 你起不時是害了整個國家 這些就正式叫做空談誤國 一邊搞這些東西 是門面功夫來的 特朗普就不搞這 你就抹黑他是種族主義者 這些是不公道的批評 好啊 現在這一局 踩屎了 玩著火了 對呀 要道歉 而且有些本地媒體和評論員 其實都應該意識到 美國有很多主流媒體 他們就是偏頗的 為什麼他們還會 要求人家對於選舉舞弊的行為 你是不是支持言論審查呢 你是不是要無視一切的選舉舞弊行為呢 你是不是 支持那些媒體 要偏頗地來對待 不同政黨的候選人呢 如果是的時候 那你不如支持建制派 好過啦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實這些本地媒體 或者評論員 應該都要理解得到 為什麼本地有那麼多人 那個情緒 是那麼強烈 正正就是 眼底之下 看到這麼不公平的事 你沒有理由 就假裝看不到 這些就真是 美國大選 在一度照搖鏡 沒有說錯 好了 跟著呢 就說一下 美國前國務卿 基辛格 97歲 他現在又出來說話了 昨天 他就在彭博新經濟論壇上發言 他就說 特朗普那種充滿對抗性的 談判風格 是並不適合無限期使用的 他還說中美關係今年受到了極速的蠶食 意味著兩國就邁向新冷戰 中美雙方其實現在就需要達成共識 無論是陷入什麼爭端都好 千萬不要爆發軍事衝突 他還說 中美之間是需要建立一套機制 給雙方的元首信任的人 來代表他們保持接觸 如果遮住名字的話 不知道還以為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他們所說的話 因為大陸經常說 中國和美國需要雙向而行 需要對話 難怪這位基辛格 能夠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說的話就合了河車 另外他還提及到 對於中美人權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 加劇 他說是很自然的 但是 雙方就需要清楚對方覺得敏感的議題 而不一定要解決這些問題 只要把問題 舒緩到一個容許進展 繼續發生的地步 這位基辛格已經說到出口 拜登 不用太著重 人權和意識形態的分歧 舒緩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地步 就可以了 叫他閉上眼 眼開眼閉 看到有些事情 他的意思就是 這樣 其實就是向拜登暗示 和中國對話的時候 不要說什麼新疆問題 香港問題 就是台灣問題 這位基辛格還說到 說民主國家如果能夠團結合作 就是好事 但是他又提醒 建立針對特定國家的聯盟 並不明智 他其實就是在針對中國的聯盟 其實他就是在針對特朗普和蓬佩奧 現在所搞的 全球圍堵中國的政策 即是他在暗示 一件事 就是不要搞那些什麼靜網計劃 因為靜網計劃很明顯就是圍堵中國的高科技的發展 就是要圍堵中興華為 也不要再搞什麼 抗中聯盟 蓬佩奧現在還在搞的 他去了七個美國的盟國那時候進行訪問 他也是在搞這科技的 基辛格就說 不要搞了 建立一個需要的時候防止危險的聯盟就足夠了 就是針對中國 他的特定國家就是中國 他又不說出口 懶是神秘 好了 基辛格最後還認為 中美兩國領導人最終都是需要理解的 他們對相同的議題 看法是非常之不同 使得他們的對話方式會變得更加豐富 他其實講來講去 就是叫拜登 你不要對中國的政策那麼強硬 基本上就日於言表 這個態度 好了 實際基辛格這一種的 說法 不是說沒有支持者 比如說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他今天就說了一番說話 其實跟基辛格都很類似 他就說經過了四年的炒炒鬧鬧之後 拜登就應該研究 跟中國發展全面建設性的關係 跟基辛格所說的東西差不多 所以大家就會預視得到 如果是由拜登上場的話 他的對話政策 大概就像基辛格 和李顯龍所說的 你說會不會好像重複 特朗普過去四年的風格 或者措施 看法有多難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